接着我们来介绍机器视觉里面的LAB9-3 主要还是以OpenCV为主轴 在Python上面怎么使用 主要是介绍空间滤波里面的一些其他的filter 首先我们来介绍medium filter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止滤波器 在OpenCV里面它有直接的一个指令叫medium blur的一个做法 它有提供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我们输入的影像 另外一个是Mask Size 也就是你要在中止滤波器里面 它的Windows的大小 那medium filter也是用来除 主要是用来除去影像中的一些杂讯 最主要用在来使用的对象是用来做Pep and Salt的Noise 就是我们讲的胡椒眼点 给的一个是K乘K的一个Windows 这就是这个Windows Size的部分 那medium filter 从这个字眼上你就应该知道 它是找出在这个Windows大小里面的中间值 就是medium的那个值 然后呢它把原来的这个 原来的这个Pixel的数字呢 用中间值来取代它 所以我们就称为medium filter的部分 那它有当然有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说这个 它中间值那个地方要排除在外 你在选取的时候 你要把它排除在外 你可以看到这张影像 它本来有很多的这些胡椒眼的点 那经过了这个medium filter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干净的天空 那你在这种背景上 你可以得到特别明显的一个效果 那这是medium filter的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medium filter 它的计算的一个原理 那它到底怎么运算出来的 那当然先选择一个mask 就是讲的Windows大小 然后就把所有的灰阶值呢 在这个灰阶值 在这个Windows里面去做排序 那譬如说假设在这个Windows里面 那我排出来就是00111224 那很显然它的中间值就是1 所以我们把原来的这个2的数值取代成1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你会这样子看起来 会没有这个差异 可是当如果在这个里面 这个值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值 譬如说是30 你会发现到这个30值 就会被取代成一个中间的一个值 所以它会把pepper and salt 这种极大或极小的数值被过滤掉 那所以你大概就是 你知道大概这样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好那请你自己 自己去把其他的这个值算算看 它结果大概会是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介绍 MediumFilter的这个 在CV里面上什么写出来的结果 那当然是你要import 两个不同的package 那你要画图用这个把它画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用OpenCV直接画 那这个就不需要把它引进 那第一个是把它的Noise的影像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呢 你把它秀出来原始影像 好那我决定的Mask等于3 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把这个影像丢进来给Blur Mask这个东西丢个进来 然后最后把它算出来 那它计算很快 所以你大概知道这样 那右边的两张图 你会看到是Max等于3 还Max等于5的时候的状况 那做出来的效果各有不同 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Medium Filter对Gaussian Noise的效果 刚刚你可以发现到Medium Filter对 所谓的Pep and Saw的效果很好 那你可以试试 请同学自己试试看 如果你那个Gaussian的一个 这个Linear Image 然后你做了这个Medium Filter 然后做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 请同学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怎么使用 那这是Medium Filter 用来处理Pep and Saw的一个效果 这是我们开那个Mux里面 DeltaMux里面所做出来的效果 会长到这两张 那同学一样自己来测试一下 你可以自己用上一次所做的这个Pep and Saw的影像 你把自己做采生一个影像以后 然后试试看用这个Space 在Space Domain里面 用Medium Filter来试试看它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Laplace 或叫Laplacian Filter 它的样子 会是怎么样 我们先从公式上介绍 我们看到Laplacian的样子 你就知道 它是一个这个二次微分 那它二次微分当在数学上 你知道是 就是转折点的意思 也就是你看到一条线 一条线的这个变化 从起来到下去 那所以你会找到这一点 那这就二次微分的一个 一个过程 好那 可是它在Mux里面表现了 就会变成 这样的一个Mux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基本上真正在做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 它把 一张影像 和Max里面做convolution 那同学可以算算看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它当然有 基本上大家知道 它应该是可以强化 影像的一个作用 那Laplacian呢 它这个filter 我们来看看它对 Pep and Salt noise的结果 那做出来的结果会长这样 你会发现到这个Pep and Salt的点 也被强化 所以各位应该知道 Laplacian的这样的一个filter呢 对影像里面有很多杂讯的状况的时候 你反而会把影像的杂讯给增强了 所以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那同样在这张图上 你也看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就知道 Laplacian filter 不适合使用在 当你的noise很高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要如果要使用 Laplacian的这个filter 第一件事 想办法把这个 Pep and Salt的东西呢 去除以后才能做这件事情 那请同学自己试试看 你用自己 做了一张 Pep and Salt noise 然后你用这个 Laplacian做出来的结果 看是不是跟这个很类似 那至于 如果是对于 Laplacian filter 对于高湿 的noise的状况 当然因为它没有很突出的 这个Laplacian的noise 会是比较平滑的 所以虽然你的Laplacian 一样会把它锐化 可是你在感觉上 在视觉上 你会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当然还是会比原来的图形 还要更糟 当然比Pep and Salt的这个 noise 就要好一点 所以请同学自己稍微 也试一下这样的一个效果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 Gradient Operator 那它最主要目的 是来做一些边缘侦测 线的侦测等等 为主 那 当然它的为什么叫Gradient 主要就是用它的所谓的 T度的分析 来分析 影像 那T度的分析在 当然在空间中里面最主要是用来 用一些遮罩来 来计算 那在OpenCV里面 它有提供边缘政策的 就是 的主要的 像有Sobo 有Shar 还有Laplacian 等等这几种 最主要的这三种的方法 当然同学自己也可以设计 一个这个Kernel的方式来 来做 譬如说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Array来设定一个 不同的一个Laplacian的一个做法 效果各自有不同 那最常常看到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Gradient Sobo的这个X GradientSobo的Y 它的当然一个是来做垂直线 做这个垂直线的 搜寻 一个是做水平线的一个搜寻 的一个方式 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当然就是所谓的Shar Shar的这个 这个Operator 你可以看到它有几种不同的做法 在网络上有非常不同的一个 设计 当然有人说是一个5x5的一个 Filter是比较好 那这是它3x3经过不错的设计 的两种的这个不同的Filter 那还是看你 怎么样去设计你的Filter的一个部分 好那我们后面来介绍 有相关 一一来介绍 像Sobo的Filter 或者是 Laplacian 或者Shar的一个Filter 首先来看看 所谓的Shar的Filter 那我不是很喜欢它的翻译 就是什么Shar 反正你就用Shar 这个是翻译的 是比较好的 直接念 好那看最传统的这个Shar Filter呢 就可以看到是 刚刚有介绍到 是这个 这一个Filter 那这个是用来找水平线 那这个是用来找垂直线 的一个方式 它就是gradient Xgradient Y 好那在MOOX里面 它有给你的公式 那就会长得类似像这样 那其实我们在做完了以后 我们会把它做的 X和Y呢 它的Gradient 小R相加 得到了一个这个 然后再把它Normalize 就会变成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Gradient Gradient的这个结果 就是Shar Shar的一个结果 那同学可以自己试试看 假如这两个东西 这两样 这两个 这是一个Windows 一个Windows 就是在一个影像里面的一块区域 和这个做Convolution 你看看结果 应该会是算出来 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那同样的 你再试试看这个 做出来的结果 会长得什么样 当然在MOOX里面 他还是有提到 如果用Sobo filter 来做Pep and Salt 的话 你很明显的 你更是会把 像Laplacium一样 把这个所有的 的Noise 全部都强化 强化出来 这个Pep的Noise 不管黑点白点 它同样的都 把它变得更强化 那这张图上也是一样 看到很多的Noise 所以 当你的影像有很多的 这个Pep and Salt 之后 基本上是不适合 用Sobo 和Laplacium 等等的方式 来把它做 做强化 因为 来做搜寻 因为你强化的结果 是把 杂讯也强化了 那请同学自己练习一下 如果你先 把这个Lena 做了一些Sobo 做Pep and Salt 以后 然后你再来做做这个Sobo 看结果会是怎么样 这一张 投影片当然是来看看 Sobo Operator 对 Gaussian Filter的一个状况 那Gaussian一样 它是 它是一个散步型的 的一个 这个Noise 那虽然它会比较平滑 不过呢 它还是一样 那因为Sobo Operator有单一的方向性 所以 它会比 Laplacium的这个 对这个杂讯的效果放大 还要更为严重 同学自己试试看 这个可能要实做一下 你就会非常有 有印象 它的这个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来做一个 简单的Edge Detector 利用Convolution的方式 好我们先不用现在 已经别人设计好的 我们简单自己做一个设计 设一个101 就是左边都是1 右边都是-1 好那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做 那另外在垂直方面做一个 对水平上面做这样的 这个是垂直 那这是水平上面的一个filter 然后你把这个东西丢到我们刚前面介绍的filter2D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Kernel等于这样 好那用 跟原来的 深度是一样 做出来看看结果 那你就会发现到 你会得到两张不同的影像 第一张呢 我们如果是用 V V的部分 你就会发现到 它会把所有垂直的 把所有垂直的线 跟垂直线会抓到 好那如果是H的呢 你就会发现它把水平线 好水平的一些 这个 这个有 变化的部分 全部抓到 那这是讲我们自己 设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filter 那它就可以来抓到你想要的一些内容 好那同学可以自己把这个程式 试试看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些权重调整 看看 譬如你把它调整成121 那这边也调成-1 -2 -1 的一个状况 你看看这样的效果 会是怎样 那其实这就跟SOBOL Operator很类似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SOBOL Operator 它在做边缘政策的时候的状况 你看一下它基本上SOBOL Operator的 这个可以长成是这样 这是水平线 那这是垂直线 那当然它有方向性 它有四个不同的方向性 那你可以从刚刚的左右 上下 等等这四个部分 来看看 那 事实上它这边 OpenCV里面有现成的一个成果 做出来了 让你看看 那你把一张影像 经过了这四个里面做组合以后 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影像 接着介绍一下OpenCV里面所提供SOBOL的语法 那这是从他们的官网上 找到的 所以你看到 就是CV然后SOBOL 它的这个原始的影像 它的深度 那DX DY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KERNAL SIZE 等等这些参数 你稍微看一下这个原始影像 那它可以 告诉你输入的影像 输出的影像 它的参数 如果你输入-1 那它就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影像 通常我这边就会输入-1 那DX 是表示 以X方向做进行 DY呢 就是以Y做方向做进行 那KERNAL SIZE 通常各位一定要用激素 用激素就是用357的方式来做进行 在OpenCV的官网里面有介绍SOBOL Operator它的运作的一个方式 它在不同的 这个DX上 你要特别注意它怎么去使用 因为它在做扫描的时候 它有所谓的 上下左右 四个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如果使用这个 NumPy的 这个Insigned Integer 8 bit的话 有时候你会把一些 负的slope 变成0 所以它在这边特别提醒你 最好使用 Floating Point 的一个方式来做 譬如是这个 或这个 那它所做出来的效果就不会 会遗失 譬如你今天做了一个 垂直上的一个 搜寻 那如果你用了这个 8bit 这个8bit 你只会找到 一条线 可是如果你用64的话 你就会得到两条 不同的线 所以请同学 请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像刚刚在这边的时候 你把它储存的方式 是用8u 就是Insigned Integer 8的话 然后你只做x方向 就是做垂直方向的话 那你得到的影像 第一张影像 就会长到这样 那当然这不是你希望的 如果你希望找到两条线 不过这个不一定 也许有时候 你就是希望找到这条线 你不要找这条线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 如果你希望找到两条线的话 那请你就用使用这个方式 这同学稍微知道你的需求 有的时候我是希望找上坡 不要找下坡的线 那所以你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运算 那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在使用Sobo Operator 在OpenCV里面 的一些重点 你要注意到 否则你会发现很奇怪 有些的线你抓得到 有些你却抓不到 这是 OpenCV里面 Sobo Operator的一个 简单的使用的一个方法 来这位同学看一下 在这边 我们当然把这是一张 十狮子的这个影像 我们把它 把它读进来 因为它原始是 彩色 所以我用零呢 我就把它强迫 变成一个灰阶 然后呢 我得到两张影像 第一个呢 我是做什么 我做x方向 第二张我做y方向 那我全部都用16s的一个方式来储存回来 好 那 要记得同学 这个要把它转回成 转回成byte 所以这个得到的这个值 那两个转回成 会得到这样 所以我要做什么 组合 我把两张图 做weight的一个相加 就会得到这个 得到最后的一个destination 那做出来的结果 那你就看到 这里面的图 就是有一个是走 水平 一个是走垂直 那最后是它组合起来的一张影像 那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你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结果 组合这样的一个结果 最后我们来介绍 Kenny Edge 那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 Edge Detector 那当然 他就是由这个叫Kenny的这个人 所发明出来的一个方法 他的语法是这样 可以看到这里 有CV2的Kenny 那看他的第1个参数就是source 表示他的来源影像 那第2个参数呢叫threshold 他有两个threshold值 后面会解释这两个threshold值 那当然你要try and error 来试这个部分 那Edge就表示 它这个边缘输出的一些点 你可以把它输出来这些内容 那第3个是Aptual size 其实就是sobo operate 基本上Kenny Edge 也是用sobo的 的一些运算的结果 所以来做出来的一个结果 只是来做一些 更加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不是 一个edge的一个方法 好 那所以这边有介绍到是这样 你可以知道 那L2 gradient 这是一个booling值 那如果是色帧的话 那他会计算的更 更精确的一个部分 那这边待会会介绍到 所以他有两个阀值 那一个阀值是用来确定 他本来就是 你就换句话说 他得到的原来的 gradient里面的内容 他的freshhold的值 本来很大的话 那他就一定是 那如果 小的话 那我们就要考虑他 在两个之间 我们再来考虑 后面再来介绍一下 他的这个范围 他怎么样去确定这个范围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基本上的原理 是这样 他告诉我们说 发明他人叫 John F. Kenney 这个家族姓是Kenney 他基本上是一个multi-stage algorithm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多 其实是做了好几个步骤 我们看一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他做了 Noise Detection 因为他说edge 通常会 带了很多的Noise 在里面 所以他建议呢 他做的他做法是先做了一个 5乘5的 Gaussian Filter 我想这个大家知道 这做Gaussian的模糊化 他效果会比较好 他可以把一些 不需要的这个杂讯 给去除掉 那接下来呢 他会来计算什么 Intensity Gradient of Image 基本上他是用Sobo的 Kernel 假设Puling可以选择3乘酸 或5乘5 他的Kernel来算 来算出两样东西 第一件事是Gx 就是我们讲水平的这个 第二个是 Gy 也就是垂直线的这个方向 那接下来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这个Gradient呢 算他的方向性 和他的所谓的 Magnitude 他的Magnitude就是 这是他的Magnitude 他就是灰阶值 你看到他的Gradient的灰阶值 就是这个 那再来是Direction 是用他的计算方法 这个Direction就是基本上 一条线的一个方向 他从Gradient上面 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方向性 大概是什么 所以他这个步骤 你要把这些资讯 计算出来了 我们看看下一页 他会 我们来介绍 他下面怎么判断 当我们得到了 Gradient的 这个Intensity以后 有一样动作叫做 Num Maximal Suppression 叫做 NMS 这个在 后面讲到 未来介绍到 Deep learning 这个也有 也有 也有类似的一个做法 那你注意看一下 假设这边现在有两种不同的 这个Edge的一个状况出现 他的做法是 他的目的是要 移除掉一些不需要的一些Pixel 那 如果他在 如果这个就是 他在Edge上面 他如果不需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 他的判断方法就是在 假设 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一段 假设他说 Point A 在这个Edge上面 那在Vertical的一个Direction 在直线上这个Direction里面 他说如果Gradient的Direction 他一定是 一定是跟这个垂直 所以 这个东西 他的Gradient的Direction 一定是跟他垂直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线的方向 那我们说 Point B和C In the Gradient Direction 他是在这两个方向上面 我们看一下 如果 是check with Point and C to see if the local maximum 就是我们要 看看这个A 相对于 C和B 我们刚刚算出来那个Gradient的Intensity 他是不是 一个比较大的值 如果他是大的话 那我们就把他 变成这个 变成是 如果不是 我们就把他变成0 他的做法是这样 所以 基本上 他的做法就是 我们怎么样 如果他不是 最大值 我们就把surprise到 0 换句话说 他怎么样 这个 主要是怎么样 他把一个Binary Image 变成一个 很细的一条线 这整张影像 就会变成一条很细的一条线 也就是只有 最 周围里面最大的 一个数值 我才会把他保留 其他的我不保留 那否则你本来一条线本来很宽 那他的 Gradient可能会长得是这样 那我要 我要把这个点 不要 这个点也不要 我只要留这个点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我的线就会变成很细的一条线 而不会是一个很粗的一条 这个宽的线在这里 那这是Canning Edge 他所需要做的第2步 算是第3的步骤 把一些不重要的点 把它删除掉 所以我 需要判断后续的点就变得更少 那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看看在下面的一步骤 最后的一步骤呢 就是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Edge 如果 判断他的 这个部分基本上他是用了两个Threshold 一个Minimum Threshold 我们讲Threshold1 和Maximum Threshold 是Threshold2 那他基本上呢 他认为是这样 那 如果 我刚刚算出来的Intensity 他如果大于这个Maximum 那就是我刚经过第2阶段 我把那个 不是最大指令去掉以后 那我接着来判断第3阶段的时候 我发现如果这个Edge呢 他是大于这个Maximum的Value 那我就判断他是Edge 那如果小于这个 Minimum Threshold2 那我就认为他不是Edge 那重点是在中间的这个部分 中间的部分怎么判断呢 我就来判断他是否有连续性 如果他有连续性 那他就是 如果不是连续性 他就不是 那同学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他 在OpenCV里面解释的一些方法 我就不一一的 这个 这个 解释 那他的精神上 基本上的做法 是这样 因为CannyEdge用到的这个资源 比较多 所以我们最后看看他在 OpenCV里面 他的example 上面怎么做 那第一件事情他会 这个 Use Optimize 也就是说 他要这个把SSE2 我好像没有讲过什么是SSE2 基本他就是一个加 加速器的一个方法 你要把这个加速器的方法把它turn out 因为他这样的速度才会快 所以你的CannyEdge 转起来才会好 好 那这个你不用管 反正基本上你就把它turn out 接下来你把这个 原来的SSE2把它读进来 好 那接下来他做了高显 高显的模糊化 你可以用5乘5或3乘3 没关系 然后再来做CannyEdge 好那CannyEdge你的这个Threshold 第一个是50 150 这两个数字你可能要去测试 对不同的影像不同的光线的 状况你可能会取动不同的一个结果 那你可以想象说因为 他能够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有更多的参数可以控制他 最后会得出来一个Canny的一个结果 你把它秀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刚刚原来用那个SSE2的图 你会发现用CannyEdge 它可以找到更细微的一些 这个Line上面 好那请你试试看你用不同的T1T2 来看看不同的效果 这张图会长得是怎么样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CannyEdge 和其他方法的一个比较 我们假设有一张原始的影像 找的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到这边这一块 其实因为是不太容易 侦测出来的一些内容 因为它这边有点点 跟背景上它的contrast 并不清楚 好那所以你如果你想你经过smoothing和freshholding的一个结果 这边的这个 这个feature就会消失 Text也没有找不到 那可是如果反观如果你用 你用CannyEdge的话 你会看到这边的 细节 好被 被这个 如果你的threshold 因为它有两个threshold 你把这两个threshold 取得好的话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细节会保留 好那这个当然是CannyEdge的一个优势 当然它它可以把一些比较 比较好的一些这个 Edge都找到 你想要找的Edge都找到 可是相对上它的速度上会稍微 花比较多的一些 因为它有更多的这个判断要做 好那当然现在电脑 现在电脑很快 所以也许你不在乎这个 这个速度的这个问题了 最后在这个lab3里面呢 这个我们介绍了 不同的其他不同的这个 那个filter 在space domain里面的不同的filter 好那我们因为前面介绍的这个 filter很少 所以在这里补充了一段 让你知道说不管是gradient的这个 filter 不管min filter 好这些方法 不管你用来可以做 影像的模糊化 或者是做影像的这个强化 都可以用来做 那更重要是它还可以做这个 边缘的一些侦测 那有时候边缘侦测对我们在 做影像量测啊或者是 找瑕疵上面都很有帮助 那同学要把这块要熟悉 自己练习一下 在cve里面的一些comment 在这块要里面切成续